哈喽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大冰 这一期呢来到了海珠区的前进路这边 在上面呢就是高架桥 在万国广场这边呢正在做和孙大塞茶了 这一期主要想跟朋友们分享一家 猪手面做的非常出色的老店 而这家店就在我的斜对面 现在咱们一起过去看一下 据说这家猪手面呢是从1977年经营到现在的 那么算起来的话到现在已经有45年的历史了 来到吉利南街路口这里呢就到了 就是我面前这一家乐园面店 一家已经开了有45年的老字号了 朋友们能看到啊店里面都坐满了人 从价目表上面能看到呢 他们家出品的价格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了 厨房跟餐厅呢是连在一起的 营业时间从早上的7点半一直到晚上的11点 在广州很少有面店经营到那么晚的 乐园面店于1977年一直经营至今 要了一份他们家的招牌 全蛋猪手面 付款拿好之后呢就等着出餐了 把小票给工作人员 标准的面店配置啊 三个大锅就摆在这里 各有不同的作用 又我感到比较意外的是 他这里负责煮面呢 居然是年轻的小伙子 一般的面店负责煮面的呢都是阿姨 他们家的面全部都是经过自己手工制作的 而做的是全蛋面 在这里啊 出品一份猪手面呢只需要一分多钟就可以了 出餐的速度非常的快 烫好面之后呢加入猪手 再撒上酒黄就可以了 这一份呢就是他们家的招牌 全蛋猪手面 价格就17块钱 个人觉得价格属于中等水平 加入了猪手汁的汤底喝起来非常的干甜 而且加入了酒黄调味 又增添了汤底的鲜美非常的好喝 看起来好像汤汁浓稠会咸但是呢并没有 这汤底本身就是干甜的 再加入猪手酱汁那就更加的鲜甜了 猪手呢炖的火候已经十足了 看起来呢QQ弹弹的 应该是加了卤水药材等一些炖煮的 闻起来非常的香 吃进嘴里呢口感沦落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味道方面是稍微有一点甜的 而且猪手处理的挺好的 也就没有什么异味了 焖煮的挺入味的甚至连骨头呢都有点味了 这个猪手好吃 用的面就是他们家自己去做的全蛋面 吃起来很爽口 而且面条呢筋道十足 相比传统的竹生面呢 这个面要细一点 而且口感呢又软一点 不愧是他们家的招牌 最后呢连汤汁都干完了 店铺好像分了两层 一家做了45年的老店 店铺虽然不大 但是看起来呢足够的整洁卫生 各种食材呢就摆在旁边 能清楚的看到他们是怎么出餐了 价格比其他面店稍微高一点 但是猪手面真的值得一试 个人是推荐的 我是大兵 视频分享到这里 朋友们别忘了关注 转发点赞评论咯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